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的吉利纳很快将会被地球吞没 永远消失 1900年瑞典国营矿业公司开始在这里开采铁矿 由此诞生了小城吉利纳 目前这世界第一的铁矿产量已经占到欧盟整个铁矿市场的90% 几乎每天都可以建造至少6座埃菲尔铁塔 很多人因为铁矿而富了起来 然而从2004年开始 矿业公司竟然以60度的角度向吉利纳市区挖去 10年后市区大面积塌陷 一条巨大的裂缝甚至从矿山延伸到了市中心 可即便如此 矿山也绝对不能停展 否则1.8万人将会失去饭碗 所以只能全城搬迁 2015年吉利纳开始向东移动 目标是三公里外的新城 人们希望新城能够留住女人 因为这座完全由男人统治的老城 女人几乎都搬走了 人们还希望新城能够引来游客 因为距离吉利纳仅15分钟车程 瑞典举世闻名的冰酒店 每年能吸引来数十万追寻极光的游客 但却很少有游客来到吉利纳市区 与此同时 瑞典最美丽的建筑 建于1912年的吉利纳木教堂 会原封不动的搬到新城 市政厅的钟楼也是如此 目前老城搬迁以及新城建设工作 已经花掉数百亿资金 至于最终会花费多少 也许连负责出钱的矿业公司也很难说清楚 这是一个超级漫长而复杂的工程 根据计划要到2100年 吉利大师才会彻底完成搬迁 100年后因为铁矿 新城区很可能还要继续向东移动 这座难以想象的必须会移动的城市 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安稳下来呢 来一次旅行长一点姿势 有问题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 感谢观看